為了讓發生了解造成的辛苦和事務的領域 好將乾農城啟中 特別基盤乾農帶農農遊區的活動 讓發生來清新體驗要怎麼來保餐 實在感受農民的生活 一般來講 我們不要小朋友不要從上面拔它 我們要從下面 因為下面是根盤的部分 我們大概一戳大概是五到六根 這樣把它拔起來 拔起來之後呢 把它插到土裡面之後呢 不要理他了嗎 不是 不要理他我淹水他就浮起來了 所以呢 把它插到土裡面的時候 我們要用另外一隻手把它什麼 把它塗過來 讓它站在裡面 淹水的時候它也不會浮起來 那今天如果你覺得我這一戳 大戳拜託你一定要幫我拔開 為什麼 因為水稻從我們種下去的那段時間開始 它就開始做分裂 它會從旁邊的長新的出來 一直長一直長長到整戳 大概會長到25到30根 好到25根有30根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放水嗎 其實不是 水稻只有 只要它田裡一直有水 它就會一直分裂 好 一直分裂一直分裂 最後會長到四五十根 可是呢 這邊中間在手旁邊還在長 水稻就會撐吃不起 那等於說旁邊這些都浪費掉了 兩份都浪費掉了 所以我們怎麼樣 我們在一段時間會欠水 就是長到25根的時候 我們就欠水 騙他說 你快死了 你一定要開始開花結果了 熱餐進行 春啟中先告訴大家怎麼報案 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後退一步 後退一步 好來 為了哈香了解到做四人的辛苦 到10米的程序 後方成龍春啟中 特別基本成龍帶路農遊去的活動 後哈香熱餐 親身體驗怎麼報案 實在感受做四人的生活 這是我們透過辦這樣的餐廳體驗 其實我們想要讓更多的消費者 來認識我們的鄉村 來認識種植水稻的這件事情 讓他們知道梅粒米都是辛苦種植而來的 讓他們來體驗 來知道農夫在田嶺都在做什麼的事情 然後透過體驗的方式 讓他們更認識我們在地 跟認識我們的鄉村跟農田 然後利用跟離土接觸 來感受我們大地的溫度這樣 體驗活動 鄉頂的經驗中 議員藍俊宇和代表都全港來這裡 跟民眾做回等等 希望來參與民眾都可以學到東西 外埔村我們的程序中青龍 辦史農教育 來了很多小朋友 要來體驗我們擦秧的一些過程 我們擦秧現在都用機械來擦秧 這些小朋友都沒有體驗到 我們水稻的成長過程 我們希望說利用辦這個活動 讓我們的小朋友更知道說 我們的所有的水稻 是如何來耕作 如何擦秧 然後成長的過程 讓他們來體驗一下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的議員 藍議員 藍俊宇議員 還有我們的外埔村的村長 也全力的來支持 還有我們的聯會協議員代表 還有我們的陳秀琳陳代表 我們一起來鼓勵這些小朋友 讓這些小朋友一起來夏天 我們會在旁邊注意他們的安全 今天非常感謝我們福興的青龍 我們起中大哥今天舉辦我們這個 親子插秧的體驗活動 我們福興的青龍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群體 然後我們趙委會長的帶領 讓我們福興的青龍他常常在辦一些有關私農教育的活動 讓我們的小朋友可以透過食農教育 去瞭解說我們這個糧食 從種植到後來後續的生產加工等等 到我們餐桌上的這個過程 讓小朋友有很多的認識 也希望說後續未來 我們福興相公所也好 我們的福興青龍可以舉辦更多 我們類似的食農教育的活動 然後讓小朋友有更多生活上的體驗 頭幾個六餐 今天生到非常開心 校長也覺得很有意義 讓小孩子平常在家裡看電動玩電視的休閒之餘 能夠親自接觸大自然 腳踩在泥土上 左嘴溪的泥土上感覺非常的好 那還有以前阿公做過的事 也可以跟他親子之間 就是世代之間的討論 插秧的快樂這樣子 就可以取代學校知識 課本上的不足 所以歡迎大家來插秧 真的非常棒的體驗喔 覺得好像沒有想像中這麼簡單 對 對 就 但是 這樣子反而能夠突顯出那個農夫是非常辛苦的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就是他們沒有什麼機會可以去接觸到農事 那其實他們吃下去的每一口食物都非常的不簡單 孩子他必須透過認識這些農作 他成長的方式或者是農耕的辛苦去知道說好好珍惜跟感恩 陳啟宗標示 透過現場的體驗 希望讓孩子更加了解 將在我的心裸 未來對吃麵和土地都可以更加點燒 新春華新聞發亮相好評 蔡宏博登 謝謝大家